來 同一時間 來 請 主席各位同仁 這條是這次法官法修正非常關鍵的條文 這次重點就是法官評鑑 法官評鑑裡面它的委員是怎麼樣產生 當然影響到法官評鑑制度的有效性 那現在兩個版本待會要表決的主要差異在 到底這些法官評鑑委員是由司法院院長來臨聘 還是這個臨選委員會來臨聘 當然我們要看司法院院長怎麼產生的 臨選委員會的成員又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現在司法院院長是由總統提名 經過立法院同意後任命的 那臨選委員會成員是由立法委員 審檢辯學者及公正人士組成 這樣一看就當然知道 在整個政治性以及客觀性來講 當然是臨選委員會會是比較客觀 比較可以排除總統的這個干預 所以本席在此建議法官評鑑委員 應該要由臨選委員會來臨聘 如果再讓司法院院長臨聘的話 然後司法院院長又是由總統提名的狀況下 這樣子評鑑委員又會落入總統親信之手 我們早上大法官的同意權的行使 才讓蔡英文任命的大法官已經超過三分之二了 難道民進黨連法官評鑑委員也要插手嗎 所以這個跟剛剛討論的人審會其實不一樣 人審會它比較是一個機關 它正常人事的一個運作 所以我們覺得有外界參與就好 不宜過度干預 但是這個是屬於法官評鑑 評鑑當然是要哪有自己評自己 自己評自己怎麼會評不好呢 當然是自我感覺良好啊 當然是官官相呼啊 所以法官評鑑的時候我們這個制度的話 我們需要比較多的外部的介入 而且要比較防止有這個政治干預的機會 所以我本席強烈建議法官評鑑委員 應該由林選委員會來臨聘 才是比較好的一個評鑑方式 謝謝 謝謝吳委員 下一位請周委員村民 下一位請周委員村民 請周委員